哈喽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一枝惨惨 这期视频呢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毛衣搭配技巧 满满干货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毛衣这个单品因为它比较柔软的这种材质 所以会带来一定的膨胀感 穿不好就会有一点吐气的感觉 所以呢第一个要点就是选择比较简约高级的配色 像是黑白灰这样的五彩色就是很好的选择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身高提升的数据都放在这里啦 第一套呢就是这种非常经典舒服的这种纯灰色系的搭配 这一套色系是非常不容易出错的 这种全身的统一色系的搭配呢 重点就是要选择一些深浅不同的颜色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同色系带来的那种无聊单调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这种纯色系的搭配还是有点单调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一些小的饰品 来增加整套造型的精致度和完整度 像这一套look的整体造型其实是比较肃静的 所以我不会选择太过于浮夸的这种配饰 第二套的穿搭呢就是一个进阶版本 像在这种黑白灰五彩色的这种穿搭上呢 就可以加入小面积的一个跳跃色 整体的造型呢会变得更加活泼一点 但又不会显得太过于夸张 为了呼应这个开衫呢 我选择了一点灰色的贝雷帽 这样呢让整体的造型更加和谐一点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选择配饰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一到两样的配饰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头部的这个位置 如果有太多的项链耳环眼镜这样的配饰 反而会让造型变得非常的拖沓 第三套的毛衣造型呢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基地感的毛衣面料 在选择这种毛衣表面有一些凸起 或者是这种非常明显的麻花编织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一些款式比较简单的款 像这一件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简单的小圆领和一个直身的一个版型 像这件这种短短小的款既可以敞开穿 也可以在秋冬的时候作为内搭来穿 这种短短的针织衫其实是最好用的 如果像这样子叠穿同色系的一个马甲或者是西装都是很好的选择 既可以增加层次感 又会让整体的色调非常的统一干净 Look 4呢也是这种激励感的面料 但同时呢它又是这种深色系的毛衣 深色系的毛衣呢很容易给人一种比较沉重臃肿的感觉 所以要注意的点呢就是尽量选择短款和增加一定的陆幅度 减少深色在整体造型中的比例 第五套呢其实我觉得算是毛衣中比较难搭配的一件 这种暖色系的大地色系的毛衣 一旦穿不好就非常容易有吐气感 最重要的一个搭配要点呢就是可以用冷色来进行调和 像我选择这条蓝色的鲍纹裙呢其实它的图案上是有一定这个姜黄色存在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上下呼应 今年非常喜欢这种毛毛的单品 所以就外搭了一件这种杏色的马甲 这样整体造型的层次感就会加强很多 在整体造型选择这种比较秋冬比较暗一点的颜色之后呢 在发夹还有耳饰这样的单品上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亮的颜色 这样子整身的造型就既复古又避免了吐气感 最后一件毛衣就是满足我对毛衣所有的幻想 这种很好看的粗棒针织有一点麻花的鸡鱼感 就像一颗大白兔奶汤一样 下半身选择这种水墨纹的一条断面的裙子 这个裙子里有米色在 所以上下身的颜色还是比较呼应的 像这种比较宽松版型的毛衣呢 就比较建议在下半身选择一些比较有垂直感的裙子或者是裤子 减轻这种大毛衣带来的膨胀感 那这次的毛衣